你那時候疫苗都這麼的缺了 結果這個一顆早 居然還可以影響權威慈變 安排自己的小孩 跟一個一點血液關係都沒有的 男朋友來打疫苗 打疫苗的時候同事就說 那個就是他的男朋友啦 然後他們都在台北工作 在台北工作 大老遠跑到台東施打殘境 投訴人爆料怒止 好心肝翻版 特權疫苗這回出現在台東 那兩天我就只看到 有安排他女兒 還有他女兒的男朋友來試打疫苗 然後聽幾個同事 切切刺儀在講說 剛剛他哪位VIV 是衛生局醫政科 他長的女兒 那個中科長他是 該場的那個承辦的科室 然後從頭到尾都是他的安排 所以現場人員 一定都要聽他的命令 投訴人說這特權疫苗事件 發生在七月中 當時中央播了八千劑 七月底即將過期的疫苗到台東 先不為了提升長者接種率 在市區開了兩個快打站 我那時候看到就是有一些 七八十歲的阿東戴著阿嬤 兩位老夫婦一起來排隊 然後他們都說他們小孩 在外地工作沒辦法回來陪 我看到那個畫面喔 我覺得心很痠啊 大二天就來排隊 看等他在裡面的機會打疫苗 我是很不平衡的心 那時候疫苗都這麼的缺了 結果這一顆導致還可以以他的權威 慈變 安排自己的小孩 跟一個一點血液關係都沒有的男朋友 來打疫苗 就連我自己的家人都要放1922 先做登記 然後再等簡訊 再通知打疫苗 大家都蠻一樣的 投訴人是醫護人員 他說他親眼目睹 一對年輕男女插隊打疫苗 得知這VVVVVIP身份後 簡直火冒三丈 直接向CDC投訴 但他懷疑被吃安 我也覺得蠻扯的 我有投訴到疾管署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給我回應 而且我聽說疾管署 好像要去問衛生局 那個科長 有很生氣的在追問 到底是誰去堅持他的 他認為是他密布的同仁堅決 還說一定是被刻意陷害的 安排自己的小孩打疫苗 應該沒有人比他這麼做吧 不覺得自己錯 才到處干擾這件事情 我是申請殘疾 那殘疾本來就是可以跟醫療機構去跟進的 是他不清楚 他以為我去病毒小孩的事件 而且我打的那一批是 那個疫苗快過期了 然後我們畢業平台 我們本來自餐廳要給民眾去做登陸 結果民眾都沒有 那是快過期了 又有點開始開庭 那天一夜的民眾一夜的很少 又有點開庭 12點就沒有效了 一個殘疾 基本上我們大概都會有五個殘疾 所以他說目前只有兩個等級 所以我就趕快去登機 我就不曉得我錯的時候 科長大喊無辜又無奈 他解釋越是偏鄉越容易排到殘疾 當天女兒帶著未婚夫到台東 剛好有殘疾 她剛好幫忙排隊 所以有過程可說公平 那天我們還為了說 不要讓她會過去 我們台東去還特別開放 把年女降到六十歲 然後讓導師提早 沒有那個是打殘疾啦 有那個 其實那個跟剛好就是 已經快中午了嘛 都出了量 就剛好她女兒回來 最後一個階段 不要讓疫苗抽起來 在那邊放太久啦 盡量能夠把它打掉 因為我們只是上午一個階段 下午一個階段 還沒講 我到底要當我們之後 我也很難過 為什麼我們這麼認真 能在九十區 土八中心 如果跟了違法結交會換我吧 報道